画面上是基隆邮局局长周哲范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处长陈居胡共同挽袖捐血 基隆邮局依照优良传统携手台电基隆区营业处共同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号召邮局跟台电的员工纷纷响应用行动来支持公益捐血 我时常在捐 尤其有没有尤其有办我都会捐血 捐血对身体也很好 换心换心 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捐热血 游爱心 那对中华邮政公司来讲 每年三月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那除了三月二十号是我们邮政公司的生日以外 三月也是我们邮政受险的捐血月 为了响应在这个对邮政有特别意义的月份 所以基隆邮局再度的攜手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基隆营业处 举办捐热血游爱心的活动 台电来办 那么在三月初开始 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们天天的广播 忽略我们的同仁跟他的家属都能够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家看到我今天一身变装 就是为了方便捐血 所以很高兴能够再次跟邮局来合作 那么我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长长久久 呼吁我们的同仁 呼吁我们的乡亲一起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今年的捐血活动 基隆邮局特别提供50元超商商品卡及预箱米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方面也加码提供50元超商商品卡 吸引民众踊跃参加之外 也感谢民众的响应 多年来基隆邮局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紧密合作举办公益捐血 发挥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精神 充满了人情味 也持续温暖基隆港都的每个角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